全新ICI油漆专门店 热乘的油漆专家随时为你效劳 5328号Highway7 Figma Feel More对面 WOW TV观众更可获礼品一份 ICI Paint, Stay Suicide 第一个部份投资 到了时间和大家聊聊时线 其实看回美股方面的未来指数 似乎做得挺好 道指的未来指数现在升到28点 标普方面的未来指数现在升到3点 市场的情绪今早应该是挺乐观 今早早道指的标普方面 开市的时候应该是会高开 今早早几个数据公布了 就是美国的新生产息的救世人数 以及GDP的收定值 跟你先分析一下 GDP方面 美国的GDP收定值上调了0.1%到1.7% 初值是1.6% 似乎的增长也挺稳定的 是 起码比以前更好 比以前更差 你知道GDP是国民生产值 国民生产值是反映到 国家人的赚钱的能力 和国家整体的生产 一个好的数字来说 当然美国不是继续跌下去 但问题是 例如昨天我从美国回到大西洋城的银行会议 发现下面有一个很特别的情况 真的很静闹 场所也很静 甚至在我住的酒店里 好像是一个赌场的酒店 我下午下来 则发现那些赌场的桌子 或者是国家的路口机 都是比较少人坐 所以发现到经济潜度不是最好 似乎人们始终不太捨得出去玩 出去花钱 反而多点时间留在家里 看电视就不算了 我想等一等美國政府 我們叫做量化寬鬆的第二輪 是怎樣搞的 如果想買房子的朋友 去看看政府奧巴馬會不會再出手 去幫助樓市 讓人們買房子可以容易一點 是的 如果要刺激GDP上去 我相信樓市是很重要的一環 沒錯 還有很多消費也是很重要 其實如果可以上去到2% 我相信情況也會好一點 是 但我相信去到2%會比較需要一段時間 希望來到第四季 如果是多人購買的時候 過了Fansgiving之後 如果能夠推高它會是一個好事 除了GDP方面之外 美國的勞工部也公佈了 上星期的新生年生業救濟人數 減少了1萬6千人 到達45萬3千人 減覆大過市場預期 似乎也是一個好消息 是 這個很正面的 用這個數據出來 減少了10月數字 再加上整體股市 都是在升 兩個加起來 變成一個好的信息 不如這樣 Ronald 不如跟你做一些技術分析 好 在美股方面 譬如現在道指 在10830多點左右 似乎一直以來都守得挺穩 譬如今個星期來說 表現都不暢 其實接下來又怎樣看呢 在上次來說 上個星期跟大家說過 10300點是一個比較重要的關口 其實現在道指已經過了10700點 我相信下一個關口 就會看10800點的水位 但這個也是一個很短期的 這是一個短期的 很短的微微的阻力位 我相信如果能夠 使得過10800點的時候 下一個11100-1200是可以見得到的 所以我看來道指的技術是不錯的 其實如果你說10800點都是一個小小的阻力 沒錯 其實現在來說 應不應該追上去 因為現在其實已經去到 即過了 昨天收是10835 那會不會說其實 投資者有機會 或者現在都可以追上去 就是報可能是11000 如果已經未進去的時候 我相信可以等到 去到10900點的時候 才開始去玩它 那現在可以先維持住 但如果已經進了市場來說 就應該做適量小小的保護行動 這個保護行動可以包括什麼呢 做小小的叫做買一些保險 用期權買保險 或者做一個叫做止蝕盤 等到如果真的有些大幅度的下跌 可以控制那個風險 那再來看看這個標普方面 標普昨天收在1144點方面 沒錯 其實這個星期來說的表現也挺好的 非常好的 其實如果你看看標普 它一直由八月底九月初 一直升升升升到現在 連高了幾個阻力位 包括50天和200天平均線 過了1130元的水位 現在你在1150元的位置徘徊 這是一個微微的阻力位 一過了之後 下一個阻力將會是1175點 所以我覺得都是一個很有力 很正面的升幅 看看股市是否繼續有我們的所謂的 momentum 或者動力 其實第三季很快開始 沒錯 其實會不會第三季來說 那個波動性會比較大 或者是第三季有什麼特別的因素 我們要留意著 我相信好像平時我們所說 現在股市都是在摸索方向 影響到股市最大或者波幅最多的 都會影響到那些叫做經濟的消息 或者經濟的數據 比如一些GDP、一些收入數據 或者非農業指數等等出來 都直接影響到股市是很大的 還有接下來在感恩節之後 就是聖誕節那個救命的皇季 可能看一個市道好不好了 沒錯 如果那個市道好的時候 相信也對一些 其實不單止零售股 其實還有很多其他年大的公司 例如科技等等 也可能有機會有一些的升幅 在年底的時候 沒錯 所以作為投資者 很多時候應該看看 我們叫股市的波動性 英文叫Volatility 波動性越高的時候 你就越需要危險 要準備了 沒錯 這個時候休息一會去廣告 廣告之後回來 繼續跟大家聊